柔佛新山一名中学男教师 竟然向校内男学生下手 在学校宿舍内多次机间 一名16岁男学生 这名教师今天在新山地庭 面对三项性侵指控 一旦罪成 他将面对最高20年监禁 或鞭持刑罚 27岁男被告 莫哈·莫哈兹也是学校社监 他被控在去年7月 11月以及今年3月 在执勤时 在宿舍内 性侵一名16岁男学生 因而抵触了2017年 儿童性侵法令第14之低 性侵儿童条文 最诚的话可被判入狱 最高20年和鞭持刑罚 由于被告否认所有指控 法官预准他以18000令吉 保外候选 但不允许被告接触受害者 同时必须定时到警局报道 而被告也必须交出护照 案件将在7月23号过堂 可行为是 可行为了 可行为了 不可行为大事 可行为了 警局 可行为了 不可行为了 后面 到不可行为了